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LiteAd 这个LiteAd在这边 我们要测试LiteAd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里面的影片 群发的时候 我在群发的时候 通常这边这个群发讯息 它是不能够发送影片出去的 那不能发送影片的话 你只能发图片跟文字 或者是里面的宣传页面 或者是大图等等的 那不能够发影片的话 这边有个撰写讯息 这个 然后这边有个编辑讯息 看一下这边 然后这边可以按加号 像这边 你可以选择照片拍摄照片 或是传送优惠券 但是呢 你就是不能够直接发影片 我先按一下完成 让它推出来 我再按一下编辑讯息 或者是呢 你只能按这个贴图 你只能传送这个贴图 还有刚刚的那个讯 刚刚的那个照片 那你要发影片的话 你只能够怎么做 通常 我是直接发 网址的连结 然后只能够这样子 所以嘞 呃 除了这个方式的话 我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我先把它推出来 再把它按插插 先把它推出来 就是在这个首页的地方 发动态的讯息 好这边 投稿 这一个投稿 像这边 投稿 像这样子 我只能传送连结 让人家点击之后去看 那个网址里面的影片 那底下这个呢 是 照片 这个并不是影片 这是照片 那这部分是在首页的地方 也就是用投稿的模式 所以我们在投稿的模式 这里按投稿 这边选择 投稿 图片或贴图 选择投稿 然后这边呢 就有一个影片 有没有 这个投稿 如果是在电脑上面去设定投稿的话 没有办法用影片 一定要用手机 才会有这个影片的按钮 好所以我点击这个影片的话呢 他会出现拍摄影片 或者是去传送极短极短片 或是从相簿里面去挑选里面的影片 但是啊 他有个影片的长度限制 所以呢 即使我在相簿里面去挑选 我已经拍过的 譬如说 我如果去挑这个1分34秒的 就肯定传不上去 传到一半就中断了 你只能够挑选那个 1分19秒的 那为什么会1分19秒 你看1分19秒 为什么会1分19秒 这是因为 他的限制 Light at 他本身的限制 就是在拍摄影片的时候 我发现的 就是按拍摄影片 直接在Light at里面 直接在Light at里面去录影片的话 我把它放这边 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了 然后呢 我来挑一篇文章来读一下 那不要太介意 我们来做 做测试就好了 好 切勿过度扩张自己的信用 昨天有一个年轻人 用Light问我说 很想买网络行销的终身会员资格 可是负债太多 如果买了课程 能不能快速赚到钱 于是我就问他 负债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想了解他的心里 是不是有什么不正确的观念 那他的原因是 1.以前存到了几十万 就先拿去买车贷款 2.听说买房可以不用投款 于是就用了信贷加上房贷 结果因为工作不稳定被裁员了 现在面临房子被法拍的命运 因为贷款太重 无法每月正常的缴款 我问他说 那为什么要先买车 是工作需要吗 他说不是 是为了把妹 我再问 那买房没有资备款 投期款吗 他说有投资高人指点 买房不需要投期款 所以用各种方式去搞到了全额的贷款 以后卖掉还能够再赚一手 哪知道这两年房市会下跌这么多 工作又被裁员 我回答他 很抱歉 上我的课不会让你马上致富 我只教你打造个人的信用 在网络上累积好的名声 将来让客户自动来找你 当然我不推荐他成为终身会员 除非能接受我的观念 踏实的充实自己的专业 好 现在 影片已经截止了 影片已经结束了 就是刚刚这边 1分19秒的时候他自动断掉 所以我按这个勾勾 确认 OK 这时候呢 影片已经 在这个投稿的部分 然后 我在这边按完成 那当然这边呢 你可以去写一些文字 我可以写一下 TEST 测试影片1分19秒可以讲几个字 完成 这时候 手机里面的这个影片 这个是LIGHT 他本身的那个录影功能 当然他是去呼叫本身的那个录影程式 所以目前他把已经录好在手机里面的影片上传到LIGHT的伺服器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他正在上传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会 会因为你的手机的连 连线上网的速度受到影响 等一下呢 我们来快转一下 好 那目前呢 已经上传完毕了 所以他就出现在这个首页的地方 这个就是投稿之后显示的内容 我们把它点击一下 播放看看 我说 很想买网络行销的终身会员资格 可是负债太多 结果因为工作不稳定被裁员了 现在面临房子被法拍的命运 因为贷款太重 无法每月正常的缴款 雖然我不推荐他成为终身会员 除非能接受我的观念踏实的 欸 踏实的 好 所以呢 我就把这些 从这 这是最后一句话 然后一直复制到最前面 我刚开始讲的 这边 好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呢 我去计算一下这一段文字 总共有几个字 好 我在这边文章的地方 按新增文章 这个 这个 部落格的好处呢 是直接会计算文字 贴上去 贴上去 然后呢 这边有396个文字 396个 那 它里面还有一些空白 我把这些空白删掉好了 因为这个也算字数 所以这个我把它删掉 一般标点符号 就不要去算它了 因为你讲话 毕竟还是要有逗号吧 如果你连着一直讲 人家听了很不舒服 讲话本来就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停顿点 所以呢 好 好 374个字 OK 所以一般我们以后在写文章的时候 请尽量控制在374个字 这样子 即使你照稿念 而且很平顺的念 374个字 一定能够控制在1分19秒以内 那以后我写文章的话呢 我就尽量不要超过 就记380好了啦 我就尽量文章 一篇文章不要超过380个字 然后呢 我只要这篇文章念完的话 就是1分19秒以内可以结束 所以我的八点档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录短片 只要1分钟19秒的短片就好了 这样就确保它不会超过了 OK 好 这是分享给你知道一下 就是那 它没有办法在群发的时候传送影片 所以呢 我们只能说 请看那个主页 然后让他们点击之后 看到这里面有影片这样 好 这是 除了连结之外 除了像这种连结之外 可以使用的方法 让他们不要外联 就直接在LINE 直接在他们LINE里面看到这个影片 不要连到外面的网站的方法 OK 供您参考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